第五个问题,所谓的业力,是否是肉眼看不到,但确实能牵引人受抱的一种力量,是的,业力反复肉眼看不到,心地亲近的人看得到, 那么佛给我们说,业力有两种,一种叫引一,一种叫哪一,引一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,所以人死了以后就换身体,你的灵魂再去找一个身体,找个身体不是你自己能做得了主, 自己做不了主,业力牵引着你,这个业力是什么呢,说来说去都是执着,执着过去身中, 那个人我很喜欢他,那个人我很讨厌他,很喜欢他去,到他家投胎去吧, 还有一种讨厌的也去,为什么呢,跟他有仇,我到他家去报仇去了, 所以这个儿女跟父母啊,四种缘啊,抱恩抱怨,讨债还债啊, 还有看他好像自己,确确实实是,如法得来的财富,被人家夺去了,不甘心啊, 死了之后,到他家投胎,或者给他做儿子,或者做生子, 这样他的财产全部还给你了,还要到他赚了他的生涯利息一样全部给你, 所以你把一三十英国看通了啊,你就觉得毫无意义啊, 所以这个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,我们欠别人的应该赶快还得去, 那么将来这个六道里面,这个牵引的力量就没有了, 可以能够脱离六道里,满业呢,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修布施, 财布施的财富,法布施的聪明智慧,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, 所以我们虽然都得的人生,每个人呢,这个一生富贵贫贱, 健康长寿,不相同,这是顺利满业, 这就是修的这三种布施,那用布施,用现在的话,就是为别人佛物, 那你佛物的面越大,你的佛报就越大, 为一个家庭佛物,你的佛报小,为社会佛物,佛报就大了, 如果为国家,为全世界,那你的佛报就更大了, 就全心全力修这三种布施,所得来的果报, 因此,我们见到富贵的人,又不说羡慕, 知道他过去三种修的是什么, 那么我们没有这些富贵的时候, 我们过去没修, 我们如果要想得呢,要多修嘛, 如果修得很积极, 那认真努力地去修, 不要等来生,这一生果报就先行, 你们看看廖汉思讯, 看那个余静怡, 欲造神迹, 那都是这一生当中改过自新, 把自己的命运全传过来, 勇蒙津津津, 不到来生, 这一生果报就先行, 我跟诸位讲经历说过多少次, 我也是献身说法了, 从小算命看向都是, 我寿命只有四十五岁, 我今年八十岁了, 夺活了三十五年了, 我超过廖汉思讯, 廖汉先生夺活二十年, 在超过超过了, 命里面没有财富, 所以刚刚学活的时候, 出来讲经出家前年十五年, 那是苦不堪言的, 生活非常苦, 这个老师叫我修财布时, 有多少就不是多少, 真的越是越多, 到七十岁之后, 真的是心相思成, 起个念头想什么, 一要多少钱就会有人送来, 很奇怪这是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